接下來我們請鄭麗文政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部長 因為這個內政部長 韓宋我們的警政署長到地檢署一室 社會鬧得沸沸揚揚 前所未見 所以我想第一個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部長 請問你有所屬民進黨哪一個派系嗎 你是蘇星系的嗎 我啊 我個人啊 我個人不是民進黨 都沒有 但你有沒有跟他們派系啊 蘇星系有沒有 還是英系的 還是政國會的 還是海派的 我不曉得誰是誰是系啦 我是法律人 你都沒有 我們不是 我沒有政黨 那請問你算是屬於誰的人馬 因為你現在任命為法務部長嘛 你是屬於誰的人馬 是蔡英文呢 還是蘇貞昌 我不曉得 就是說你是屬於誰的人馬 我也不在民進黨裡頭 我想知道一下 我是國家的人馬 所以也都不算就對了 因為 是不是為國家為社會做什麼 是 因為這是蘇貞昌院長震怒嘛 那這個報章報導的就是說民進黨內部派系 因為內政部長跟我們的警政署長是分屬不同的派系屬性 所以才會鬥得這麼厲害 所以第一個 這跟法務部直接也扯進去了 所以我要先知道 部長在民進黨裡頭 是比較屬於誰的人馬 還是誰的派系 那如果都不是的話 請問一下 為什麼法務部地檢署 台北地檢署退回了這個案子 我的瞭解 退回是媒體的報導啦 那其實 台北地檢署怎麼處理 他不會來跟我報告 我也不曉得他們如何處理 他們是依照案件怎麼處理 就該怎麼處理就處理 法務部地檢署的說法啦 是說 那是媒體的報導好了 那法務部地檢署的說法 不是你們的說法 地檢署的說法是說 依據他們內規的規定啊 這個點點點點點點點 所以就把這個捐證發回原司法警察機關命期補足 就是說呢 他的調查資料不完備 他說他的所附的資料不完備 所以呢 發回原機關補足 但是因為原機關也不是司法警察機關 因為原機關是內政部 他也不是屬於司法警察機關韓宋的 所以也有人說這個規定不應該適用在這一條上面 還有另外就是說 那所以如果內政部補足了相關資料的話 地檢署 這其實有兩個層次的問題喔 如果說是像內政部 因為這是內政部韓宋警政署長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而且是全國老百姓 警政署長是我們最高治安單位的首長 如果我們的最高單位的首長是不法 而且是內政部說他不法喔 不是其他的人說他不法的話 那這很嚴重 那是要等到 就程序上來講的話啦 是要等到內政部補足了資料呢 還是說如果他有相關違法的情勢的話 地檢署應該主動偵辦 我們現在都不去猜測 這個到底應該怎麼辦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到台北地檢署手中了嘛 所以他們會 依法他要如果是已經分案了 就按照法定程序 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所以 他可不可以主動偵辦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主動偵辦 你也不知道他會不會主動偵辦 但是他應該可以 但是他應該可以 告發或其他情勢 他本來就會 違法處理 所以 其實按照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地檢署也可以主動偵辦啊 他不需要退回啊 所以我才 一開始問你是哪個派系的啊 是不是因為不同的派系 就決定了你們的地檢署 要不要受理這個案子 還是說 很難做人 這個人很難做啊 所以 退回比較簡單 這是一個政治上的動作嗎 還是依照他的法律專業 跟你也沒有關係就對了 我當然沒有關係啊 因為法務部他是不干預個案的 也不介入個案 更不能指導他辦案 所以這整個案子是 你地檢署如果接受到什麼樣的資料 該怎麼處理 那我想繼續請教那個法務部長 因為蘇院長震怒 就是說防疫期間 徐國勇是來亂的 為什麼事先他都不知道 所以呢 內政部就正式發了一個新聞稿 那內政部的新聞稿裡頭說 這個是政風處的調查 他那新聞稿裡面直接指明的喔 啊政風處是 我直接唸給你聽 業務是法務部主管 所以呢 這件事情 意思就是說 是法務部的政風處主導的 是這樣嗎 政風單位他有他的執掌 他對於他的這個機關內部 有什麼樣的狀況 有沒有違法 所以當 內政部的 政風處 調查我們的警政署長 並且還正式的 寒送給我們的地檢署 說我們的警政署長違法 就這一點來講 因為政風處的主管是法務部 那請問部長你知道嗎 你事先知道說 他們在調查署長 而且寒送署長嗎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案處理 他們不會上報到部本部 他的上級是連政署 政風單位他的主管業務的上級是連政署 那法務部並不處理這些個案的問題 所以你事先都不曉得 我都不曉得 那事後才知道 我也是看報導的 所以你沒有事先知道 然後不知 不報告蘇貞昌院長 並沒有這樣 連政署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他還在進行行政調查當中 他當然也許 政風處已經調查了一段時間了 我這是根據徐國勇講的喔 他說大家都知道 政風處在調查警政署長 這不是秘密 然後呢是法務部所屬的政風處 寒送的 跟他們內政 是你們法務部管的耶 連政署 連政署屬於法務底下的一級單位 還有政風處也是 他說都是你們法務部管的 屬於連政署 好 那在接下來請教一下部長 那現在連政署會不會調查呢 因為內政部說他們寒送的法務部 連政署還有監察院 那現在地檢署給他們 那駁回啦 那連政署呢 連政署也駁回嗎 還是說連政署有要調查 這個都是個案的處理啦 你也不知道 你也都不管 我不會去介入也不會去干預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看到報告啊 都沒有看到報告 沒有 所以那如果按照正常程序好了啦 我們理論上來講的話 內政部正式的由內政部 寒送給連政署請連政署調查 他不會不調查吧 那不然人家會不會覺得說 因為警政署官那麼大 所以署長就不調查 小官才調查 大官就不調查 就理論上來講他應該要調查吧 是不是 我們現在不談理論啦 不談理論也沒有原則 理論遇到他也行不通 按照法律的規定 按照法律的規定 是不是應該要調查 我是問你按照法律的規定啊 當內政部寒送的一個官員 給連政署說 請連政署調查的時候 連政署是不是一定要調查 是不是這樣 連政署 那他有他的執掌嗎 如果連政署他有自己 你連這樣大家回答 那我再請教署長 就是說 因為呢 現在這個警政署長 這也是非常罕見的 被爆出這麼大的一個醜聞 自己所屬的部長 說他違法失職 署長他也沒有請辭 那部長也很奇怪 部長也沒有把這個署長 違法行事如此重大 部長也沒有把他調離現職 你照理講應該要調離現職 這樣才有方便 不管是你法務部 還是連政署才能夠去調查 那現在警政署長 他還是站在那邊 那這樣會不會影響調查 他還在現實上面 他是警政署長 全國的警察都是他管 那你們調查得動嗎 現在案子已經在台北地檢署 大家都尊重台北地檢署 已經把它送回去了 退回了 他已經退回內政部了 沒有 你覺得沒有退回 我覺得他 不敢退回 報紙亂講的 法律上該怎麼處理 因為我們在處理一個 資料或是一個 所以照理講應該不至於退回 他退回也很奇怪 那要看案件的內容 因為你一直跟我說案子在地檢署 案子在地檢署 那地檢署就已經退回了啊 那是報導 那是報導 他是我們的所有警察最高首長 他是堂堂警政署長 今天是他的直屬的現任的內政部長 韓送他耶 那這個事情不了了之嗎 然後警政署長他現在還在他的位子上面啊 如果像內政部所韓送的這麼的嚴重 然後地檢署也不敢查他 連政署會不會查他呢 監察院會不會查他呢 啊還是因為他的後台硬 所以連內政部長要查他都動不了他 還是內政部長是真的像蘇貞昌講的 沒事找事做陷害中良 人家根本沒有違法 你還亂給人家舉報報發 一定是兩邊一定有一邊有問題啊 兩邊都沒有問題 那難道我們全國老百姓的腦子有問題嗎 一定兩邊一個有問題嘛 現在已經在台北地檢署 大家就靜待他的 現在燙手山運丟到你法務部啦 不管你是地檢署還是連政署 都你法務部在查過啊 所以我要先知道說 喔啊你是哪一派的 如果都沒有秉公處理 依法處理是怎麼樣 我是國家派的 對啊那很好 那所以依法處理 就法論法應該怎麼處理 應該讓我們知道 不然這事情就這樣沒有了嗎 蘇貞昌叫他們兩個閉嘴就沒事了 不是不是這個在台北地檢署啊 我們就靜待他 用專業來判斷 那是屬於行政調查 或是屬於犯罪偵查 我們就靜待他們的認定嘛 大家不要在這邊隨便的猜測 因為大家都沒有看到 我是希望說法務部 像你剛剛講的很好 秉持國家的立場 依法論法 該辦就辦 不要因為他是警政署長就不敢辦他 但是如果他是冤枉的 也要還他一個清白 不要這樣不清不白的 退回 他到底是有罪還是沒有罪 他到底是有沒有違法賭職 沒有人知道這樣不好 對警政署長 對我們全國老百姓都不公平 對內政部長也不公平啊 到底什麼人是完聾的 那我們期待一個公平公正的法務機關 給我們做最後的裁判嘛 不然我們老百姓無所適從啊 如果一個違法的人在當我們警政署長 那真的是太離譜太荒謬了 沒有人可以接受嘛 所以今天就是請法務部要加油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珍麗文政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鄭運鵬政委員發言